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林巧智传 咱们先来读一封请简 协和医学院林巧智教授 自定于10月1日下午3时 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 特请光临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庆典 这居然是一封开国大典的请简 而这封请简就在1949年暑假的一个下午 出现在了刚刚查房回到办公室的 时任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巧智的办公桌上 被邀请参加开国大典 这可是天大的荣誉啊 林巧智把请简递给他的助手夜会方 说小叶你瞧真有意思 请我去参加政府成立的庆典 我是个医生 请我去做什么呢 他放下请简 依然做着妇产科的那些事 下午3点 北京天安门长安街 欢呼声口号声在天语间滚动 政府人民政府会 人家人民政府 今天等你了 空隆隆的李炮生 传到了离天安门不远的协和医院 林巧智在他的妇产科忙碌着 他想起了抽屉里的那张大红色情景 宁神地听了一会儿 他习惯性地迈着清洁的脚步 向静静地产房走去 林巧智竟然拒绝了开国大典的邀请 他是怎么想的呢 书上是这么说的 他坚持自己的立场 凡是与妇产科业务 医学业务无关的事情 能回避的尽量回避 他不太看重这些 来自专业领域之外的认同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一向远离政治 连开国大典都拒绝的林巧智 居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接受了政府的邀请 来到了中南海的华人堂 是什么事 是林巧智转变了对于政治的态度呢 这要从五十年代初的一个下午说起 这天下午 林巧智的诊室 来了两位穿着普通的中年妇人 林巧智开始问诊了 你多大年龄了 四十六岁了 生过小孩吗 生过 孩子多大了 要是活着 该有二十二岁了 听到这话 我相信啊 您一定也会和林巧智一样 为这位妇女感到揪心 中年女人很平和地说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927年 正是到处抓捕共产党的时候 讲解石发动的412政变 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孩子生下来了 是个酒帮重的男孩 胖胖的 很可爱 孩子得了病 不能到大医院去治 怕暴露行踪啊 在一家小医院 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医治 结果 孩子生下来不久 就死了 林巧智放下手中的笔 放着面前依然微笑着的面旁 轻声问道 那后来又生过孩子吗 没有 是什么原因呢 以后的环境更差 长征 打仗 落下了病 工作忙 也顾不上智 也没条件智 就再也没小孩 哎呀 又是一位为了理想 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和孩子的女性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位不幸的女子 林巧智会做何反应呢 书中是这么说的 对于别人的不幸 林巧智从来不会无动于衷 一时间 她说不清自己心里 是感慨还是感动 林巧智 林巧智仔细地为她做了检查 她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孩子 林巧智希望自己能够解除她的病痛 书读到这儿啊 您一定会有一些好奇 这位不幸的中年女性究竟是谁呢 林巧智知道她的身份吗 书中说 送走两位女人后 有人问林巧智 您知道找您看病的是谁吗 林巧智不在意地摇摇头 每天接待的病人太多了 她不关心他们的来历 也不关心他们的姓名 她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 是吗 总理夫人 林巧智赶紧去看病例 邓颖超 她读了一遍这个名字 眼前浮现出那朴素 谦和的面容 这位朴素谦和的中年女子 竟然是总理夫人 林巧智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而更令她不敢相信的事 还在后面呢 我们继续读书 第二天 林巧智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 是林巧智大夫吗 我是邓颖超 谢谢您给我看病 谢谢您的关照 这么大的领导夫人 竟然亲自给一位大夫打电话 向她道谢 这无论如何 也是令林巧智想象不到的 也正是这个电话 打动了林巧智 让她觉得政治人物也是有人情味的 从而使她接受了不久之后的政府的邀请 去怀仁堂听报告 要知道 这些事啊 在原来的林巧智眼里 那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事情 而邓颖超呢 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 堪称是阅人无数 但是唯独对于林巧智 她有着非常特殊的独特的印象 她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 她说这个林巧智啊 不是一般的大夫 她对病人有种特殊的吸引力 而朱德的夫人康克钦 更是在一篇回忆文章里面 回忆林巧智的文章中 写下了她对林巧智品质的 独特的总结 林巧智看病有个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不论病人是高级干部 还是贫苦农民 她都同样认真 同样负责 她是看病 不是看人 她是看病 不是看人 这也许 就是林巧智有着特殊吸引力的地方吧 在她的心目中 真正的医学是不应该被权势 被金钱所左右的 医学有着她自己的目的 她应该通向一个纯粹的境界 直抵人性 渴望保护 渴望安全 渴望温情的脆弱的本能 林巧智是这么想的 她也是这么做的 我们多么希望今天 能有更多的大夫 像林巧智一样 来看待医学 看待自己的工作呀 好了 感谢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共读 由张清平所写的 林巧智传 我们下次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